据火星号3月9日报道 正在乌克兰南部展开军事行动的俄罗斯国民禁卫军 目前已经完全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 核电站目前运准正常 并无辐射超标迹象 而原本负责驻守核电站的乌军也放下武器 就地解散 在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后 俄罗斯禁卫军在核电站内部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作为欧洲最大的核电站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一直为外界担忧 早在3月4日 俄乌军对消火时就有消息表示 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攻击起火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并未有消息表明 核电站反应堆受到破坏 而附近地区的浮射水平也没有明显变化 这次的核电站危机看似就告一段落了 之所以俄军如此上心这个核电站 主要还是因为该核电站本身的价值 作为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 全乌克兰四分之一的电力 全要靠扎波罗热核电站攻击 另外核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东西 虽然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防护能力 要比切尔诺贝利强上许多 但是身处战区的核电站 随时有被误击的可能 另一边正是由于核泄漏后果严重 不少人都打上了乌克兰境内核电站 以及核设施的主意 俄罗斯国防部曾表示 乌克兰安全局与亚索营武装人员 正在策划炸毁哈尔科夫的一座核反应堆 并计划将其嫁祸给俄罗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